林青霞离婚风波升级 港媒暴及资产不敌私生子 小三真容曝光 女方的信息也被扒出是行李员名下公司的一个女高管 据说长得很漂亮 生下儿子后就动了上位的心思 林青霞嫁入豪门多年来只生了两个女儿 行李员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义子 自然是爱不释手 据说不顾林青霞阻拦 已经带着私生子去祖祠祭拜祖先 任祖归宗了 对于豪门来说 表面上都说男女平等 但真正到了继承家产时 还是会优先考虑儿子 根据港媒的爆料 行李员的私生子已经13岁 到了该培养商业才能的年纪 估计是行李员的真面目让林青霞寒心 又或是小三频繁逼宫让林青霞厌烦 索性拿钱离婚 图个清净 至于分手费 港媒说林青霞拿了20亿港元 换算成人民币是17亿 乍一听好像是一笔巨额分手费 其实在行李员看来只是毛毛雨 毕竟行李员早在23年前 就以170亿身家上了九富豪榜 当年能娶到大美人林青霞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用钱砸出来的 各种豪宅珠宝送个不停 如今几十年过去 行李员的身价早已翻了几番 给个20亿分手费自然很轻松 林青霞离婚后 行李员的私生子继承家产是迟早的事 据说他名下一百多亿的财产 都会留给私生子 毕竟任祖归宗就是为了让他回来继承家业 其实早在几年前 港媒就报道过说 行李员带着私生子回乡祭祖 家里的宗亲也已经承认了这个孩子的身份 但当时网友都认为是假新闻 再加上林青霞本人也辟谣了 如今此事又被重提 是因为一次宴会上某个富豪太太说漏了嘴 意外透露了 林青霞拿了20亿和行李员离婚了 据说行李员对这个儿子十分宠爱 已经立下遗嘱给他留了百亿财产 只是可惜了林青霞 即使天字美貌也败给了小三的私生子 可任凭风言风语满天飞 林青霞都没做出任何回应 这心气确实像极了东方不败 离婚又如何 有两个贴心的女儿 有花不完的财富 还有数不尽的名人好友 照样能潇洒自艺 就像《东方不败》里的歌词 来生难料 爱恨一笔勾销 对酒当歌 我只愿开心到老 你心疼林青霞的遭遇吗 我只愿开心到老